首先,葡萄美酒,夜光杯 假设这首诗给你像展示的是一个场景 像看电影一样 它用第一句就像我们看电影 大幕拉开 给你的第一个镜头是什么 这个镜头是照在桌面上 上面是琳琅满目 放的都是什么 精美的食品和精美的酒具各种器皿 它首先第一个画面 给你一个特别琳琅满目的 一个好像要聚餐一样的感觉 但是它第二句 就是把这个镜头往远一拉 你这个画面就从这个桌子旁边一下拉开了 按照你这个桌面上的这个状态 你想象的是什么 朋友聚会 朋友聚会了 是不是在皇宫里 还在哪位大臣的一个生日 庆功典礼 哎呀镜头肯定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但是这镜头往远一拉 画面一展开发现桌子周围坐的是什么 军官 战士 都是榜大腰圆 然后呢 豪气充电 可能有些人还带着伤 拉了个驴点 第二句啊 玉眼琵琶马上催 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啊 马上催 这句啊 有两个意思啊 不能说有两个意思 有两种理解 这一句 因为什么呢 这首诗的场景 如果说你把它理解成是什么呢 战后来庆功 它是一种理解 如果说你把它理解成是战前 打仗之前的这个宴会的话 那是另外一种理解了 应该是打仗之前 不知道啊 咱们一会跟你讲啊 如果说是打仗之前的话 这个马上催就得改成 催上马 能明白吧 然后说 想要 盐 喝酒 琵琶 琵琶是 乐器是吧 对啊 不是中原的乐器 所以说呢 配合上面的葡萄梅酒 和 琵琶 我们就知道了 这肯定是在 边塞的地方 是吧 刚要喝酒 然后呢 有一种理解啊 是说这个用这个 琵琶的这个声音啊 去什么 催你 上马去战斗 对 我吧 不太 认同这种观点 只是我不太认同啊 我觉得是什么呢 是预演 并且在这个演的过程中 我在什么 听点音乐 它这个预演琵琶 这四个字放起来 应该是指代什么呢 哎呀 宴会 刚开始还没完事呢 这要喝点酒 听点小曲 你这边是催我们去打仗了 就刚开始就结束了 而且还有什么 我觉得吧 这个 琵琶这种乐器啊 它不太可能是作为催战的这种乐器 你能明白吗 对 虽然是应该是五零的 应该是鼓 对 鼓舞人心嘛 当马上打仗了 一鼓舞人心 你这情绪起来就出去跟你打仗去 对不对 对啊 就像这种战前动员一样 一定是说要激励你让你这个群情激愤才能去打仗 对啊 而且这个琵琶嘛 虽然它也能 它虽然也能弹出一些节奏比较明快的那种乐器 但是和鼓那种 总会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啊 批判都使得催泪嘛 你看批判行是吧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就像战前动员 同志们跟他拼了 我跟他玩命 你太有巧了 你瞎呀 这样才对是吧 你总不能说你看所有的战前动员 绝对不会是这样 同志们都冷静冷静 别急动 你把那个刀放下 干什么呢 你说他们是这样吗 绝对不能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如果是战前的那种鼓动的话 应该是什么 可能还是鼓更现实一点 但如果说你就把它理解成 说它是用琵琶 我也不反对 毕竟我不在现场 我确实没在那边 这两种可能 然后 这句啊 这句其实是很妙的一句 妙在哪的 妙在它鼻风一转 你想想 按照正常的状态 刚开始给你一个画面 现在大家怎么样 要吃饭了 要喝酒了 是吧 刚要吃 刚要喝 刚要听点小曲 怎么样 你随我去打仗 正常来想 正常来想象的话 你想一想 接下来是不是该写去打仗呢 我就写风有酒没去打仗了 接下来这句 如果你来写的话 你会不会去写 它是怎么打仗的 那很现实的一个承接方法 我要去写打仗了 但是它妙就妙在 诶 我比风一转 不写打仗 写什么 醉卧沙场 君莫酵 这个字面意思 字面的意思 不用解释了 是吧 喝多了 是吧 喝到什么程度 喝到上战场都站不住了 上战场呢 都站不住了 醉卧沙场嘛 当然了这个沙场也不一定非得就是战场 不一定非得就是打仗的那一刻 但是总体来讲 你是在战场上 你在战场上居然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 你是在打仗 你是在玩命 这是不是让人觉得 你这人做事情怎么这么不靠谱 不正经啊 他说 我即便这样 你也别笑话我 或者说我自己 朋友们之间 互相都醉成那个样子 咱们也不用互相笑 有这种可能 男主理解都一样 最后一句 鼓来征战几人回 配合这一句 上面的这一句就好理解了 为啥呢 反正也没人回来 你要想一想 他的情怀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 我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这是在战场上 我会把自己灌醉 因为什么 因为鼓来征战几人回呀 从鼓至今打仗 基本上都是死的多活的少 我这一仗 有没有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仗 完全有可能代表什么 我战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对吧 所以说我也完全有可能 今天喝的这个酒 今天吃的这口饭 就是我人生的怎么样 最后一顿 能理解吗 如果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顿饭 如果这是我人生喝的最后一次喝酒 我多喝一点 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我将要上战场 基本上回不来 我多喝几口酒 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假设说你是外人要嘲笑我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要不你来 我可以不喝酒 你能明白吗 这种感觉 所以这几句话 看来啊 是写 并没有写战场 对吧 但是实际是很悲壮的 实际上是很悲壮的 而且呢 你说他这个战事的洒脱也好 还是说他这种旷达也好 似乎都说得通 也似乎都说不通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里面包含的那种情绪很复杂 有点悲壮 就是他这种状态是很惨烈的 我每当看到这首次会想到什么情绪 原来我在看一个塔山阻击战的纪录片 将来你也可以看 里面有一个什么塔山阻击战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一个特别惨烈的一个战斗 极其惨烈 然后呢 我们解放军这边 有一个连队当时的情境是正在吃饭 他们正在吃饭 然后传令兵过来 就通知你们连队接下来要上战场了 就要上塔山阻击战的这个战场 讲这个故事的人当时也是 看那个样子也在五六十岁了 说到这块 老头当然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为什么呢 他说所有的战士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大家谁也没说话 就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谁也没说话 然后就低头接着吃饭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这个是一个连呢 还是一个牌 我记不住了 就是一个队伍里的一个单元 那个长官站起来跟大家说 同志们 这顿饭大家一定要吃饱 为什么 他说 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门 那个老爷子 就是我说讲这个事的那个人 一讲到这 当时哗起来就下来了 因为他当时在场 然后他说 好像那个连队最后 我觉得时间太长 记不太清了 或者是只是剩了几个人 或者是就是真的就全死 所以说当我们去想到 这个事情咱不知道是真假 但是我看那个塔山 祖籍战的那个事情 那个是真的 那个那位老先生 他是个军旅作家 他是个军旅作家 那些当时他是在现场的 他看到了那个事情 那个状态 其实不就是古来征战 几人回吗 然后他说所有的那些战士 都没有说 那我们不能去 那去不是送死吗 没有 你看为什么 我只跟你说 我说我们对于那些 革命的烈士要缅怀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还记得他 因为什么 那真是拿命去换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这首诗的时候 你可能就笑不出来 罪悟杀想去莫笑 那是那是一手提着酒杯 一手提着自己的人头 你能明白吗 我现在 今天我能喝 我就喝点了 明天我还在不在 都不一定了 所以说 在我们再来想 这首诗的时候 他的那种悲凉 战争的那种残酷 就出来了 而且还有一点 我对他的 用我的语言来解释 这首诗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停留在 我的这个语言的水平上 这个诗的意境可能在这 我为了让你理解它 所以我用我的语言去解读它 但是我不管怎么解读 都到不了 诗本身的意境那个高度 你要是站在我的一个角度上 去这个水平上 去理解这首诗的话 那就把这诗 包括之前讲的所有的诗 就都给糟了 所以说 帮你去理解这些诗词 背后的含义之后 抛弃我讲过的所有的东西 你来去理解它 你再来读它的时候 比如说梁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饮琵琶马上催 然后最后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灰 先几人灰 来读它 接下来读它